《烈大夫中醫教室》 主持人 張懷烈中醫師 歡迎來到這個星期的《烈大夫中醫教室》 看到烈大夫這身裝扮好像剛剛完結了房事 喝到醬油煙的樣子 我可能是日本人 香港人的祖國 所以我想浸完風呂之後 立刻穿一件浴衣出來 大家疏忽疏忽 我心真的邪 我真的想了些 你又教壞我了 經常教壞我 然後浸完之後 批一下批一下表情 但是呢 今天和你開波怎樣也要評論一下 大陸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出現了 全國性恐慌 不知道吃了什麼落腦 究竟我吃了什麼落肚 什麼來的 吃不吃得的 就是 竟然發覺有一些運用 食油的這個車 而它那個container 真的一物兩用 大家運用食油 那就想一下 都是運用一些近類似的東西 例如大豆油 花生油 芥花子油 或者是糖漿 甜漿 那些東西 阿世估不到 他竟然拿同一個角缸 他用來運用這些煤油 工業用的這些煤油 甚至有些片 就是看到有些 混水車 但是呢 他前身呢 可能是用來運用這個糞便 那我就沒有辦法 identify 他的真理 但是我看到有這樣的片 那你真的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中國人呢 比較 是不是胡適 我們這個差不多先生 是真的差不多的 就是隨便隨便 沒有油 就是油 花生油 都是油 大家都是油 畢業畢業畢業 但是此油不同 比油 就是有些東西吃得下肚 有些東西吃得下肚 有些東西吃得下肚 是吧 菠蘿油和石油都不同 難道你菠蘿油可以買到石油 這樣的價錢嗎 真的不可以這樣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當時樂業大夫 也有新聞就看到了 因為 省時間 貪方便 是吧 你要洗一缸油 那已經 就可能要用一些的時間 是吧 又要用一些的成本 那如果我 skip了這個 step 我直接就由 煤油變 花生油 或者煤油變 大豆油 那我就可以省了那個洗車的成本 還有呢 那一段洗車的時間呢 我用來多找一段油呢 那我還賺多一點 就是純粹是這樣 但是呢 這些運油的車工人呢 他們是完全是妄固的 就是那些受眾 就是那些油 拿到別人家 或者是別人家的家工場啊 就是別人家做的薯片啊 蘿蔔乾啊 包餃子啊 就是那些葉鴨頭、鴨頸啊 就是那些全部的 那些 可以衍生到一連串的 You name it they have it 就是不同的食物的材料啊 都受影響 大家都有機會會落土 甚至不可能在天津裡面呢 就是做家工 你廣州 你不要在那邊笑啊 你廣州 你也是運到那些薯片啊 蝦條啊 過來給你吃 之後呢 李大夫怎麼看這些情況呢 還有就是 吃完這些油 對身體的這個狀況 會有什麼影響呢 李大夫 蝦魚 各位網友 首先也要贊重一下 這個偉大的習主席 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是呢 由於它無論是食用油 還是工業用油 都用回同一個工具 其實這些我相信是不爆出來的 也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一直是在使用的 現在這個網絡年代就比較盛行 我們大部份人都知情權提升了的情況 我們才知道 但是你南保以前過去的70年 60年是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又不相信 所以你說真的做一些這樣的行為出來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一個制度的崩壞 才會出現到一些罔顧人民健康 或者人權或者民主 或者說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會不會介意你鄰居的鄰居 是無緣無故會食用了一些很差的食物 然後就會出了一些身體問題 原來是由你自己是由你一手造成的 但是當一個民族 如果它是不兼顧到其他人的健康 或者一些生命上的一些更高的價值 其實這些民族 我自己個人覺得 它可能是由於漏矮都不如 我們現在看得到 這些裝煤油 煤油其實就是我們的Petroleum 即是我們稱為類似火水和電油的物體 這些就是工業用生產 或者我們平時駕駛 我們現在駕駛最多的是三種 一個是D數 柴油 一種是電油 電油即是煤油 另外一種就是混能車 或者EV 即是現在我們所說的電動車 這些原來的元素全部都是因為工業的 好了 你說要駕駛 說真的 我相信是沒有一些特定的化學溶解劑 和催化劑 它是沒有辦法將 原本是運用這些煤油 電油的車可以清洗 所以它為了減少費 省成本 或者冷散也好 它是沒有可能是清洗的 所以無論是運用糞便米田工 運用水也好 還是用這個電油車 運用油也好 無論你戒花紙油 花生油也好 其實這件事 我自己個人相信 好像在以前我們看到 每逢中秋佳節 其實他們就會用一些賣不完的月餅 然後就已經歐售過期 然後重新把那些連容攪拌完 然後再重新配搭 這些就是民族性 所以我們說真的沒有足夠 你說食用了一些 可能黃菊梅素 或者過期的中秋月餅 你最多可能安歐肚痛 或者慢性生癌症 好了 但是你說真的直接接觸到這些電油煤油 然後融入食用油 然後再炒通菜 煎魚 好了 你久而久之 其實通常我們說的接觸的比例 就要看稀釋程度 如果你的電油 它真的 可能已經混了很多燙食油 例如 原來這個是老司機 老司機 老司機已經運了五六十趟 已經稀釋了 我自己個人覺得 你慢性攝取可能會有慢性疾病 但是反過來 不是老司機有一個新手 然後他就剛剛說 老闆說 跟我說上個禮拜 那個煤油車 最近工業生產量又越來越低 經濟又越來越差 好了 現在運回食油 剛剛第一二趟 它又洗不乾淨 它的濃縮程度會比較高 所以這一類 我們說接觸了身體 就會出現一些 第一步 消化系統的問題 包括臥後肚痛 包括反射性的一些神經症狀 可能是肚射 可能會有一些皮膚發炎 或者可能會有一些呼吸困難的症狀 但是當如果它真的 食用這個我們叫Petrol Petrol 如果它直接濃縮度太高 融入了食油 然後你再經濺 它有機會導致神經的壓抑 然後壓抑住你的大腦 然後令到你開始出現中樞神經 呼吸衰竭 所以它是可以拿命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就要看融解度和濃縮度 所以我們就說老司機是安全的 新子是危險的 我覺得整件事 真是活該死的 真是抱歉 中共一直都打壓這個新聞自由 不能爆發一些東西出來 你不讓東西爆發 其實這次新京都報紙的記者 他都很勇敢 跟了幾個月 來查到這件事件 發覺原來是慣性去做的 不是偶發性事件 不是像中共那樣 那些外國人在中國被人砍 偶發性事件 不是偶發性的 這已經是一個practice 最令我覺得詫異 就是無論你工業用的油也好 吸吻也好 水車也好 為什麼阿喬啊 阿倫一毫啊 這麼喜歡玩車仔啊 喂 你外國那些車仔 有很多種這些container 運輸車的嘛 你運肥田鳥有一架車 你運雞啊 牛啊 畜生啊 有一架車 有很多東西的嘛 不同種類的嘛 那些match box啊 是吧 Hotwills出 Tomeka出的那些 他就買到 哇 很多的車 一屋都是車 是不是 但是你猜不到 原來中國只有一種的車種 吸水 運水 運市 運柴油 運氣 都是做了一架車 那你 無敵的 你一架車萬用 你應該是分開不同的車隊 所以你剛才說 無論你怎樣去洗 其實洗不乾淨 所以 在第一次 運油的就是運油 運水的就是運水 運花分池 運花分池 就是 不會是這樣 你不要分得那麼細 每一架車都可以做萬用的 這個動作 這個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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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問題是 現在還敢不敢再跟下去 據稱這個記者 就已經突然之間人間蒸發了 他的微帳號 微博那些什麼號 那些完全也是消失了 那些人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他是怕死 就是要躲起來 還是被人躲起來 還是怎樣 那你現在繼續下去 我們就不知道 究竟這些油 去了哪個省 用了什麼地方 那裡 究竟是 給列達夫用來 浸藥酒用 浸一些 preservative的用 又或者拿去 好像剛才那樣 生產那些 不同的餅乾 不同的東西 還是怎樣 又或者把這個油 就是大家用來去 深圳裡面 現在 大灣區 一小時生活圈 那些小炒 嘩 那些食物又便宜又好 樂器 嘩 你看他們炒起來的 那些樂器多厲害 只是你們這些香港人 吃了下島 就是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想像得到 整件事 豬年甚廣 散發性出去的範圍 就很大 你一定不會再繼續 跟進到尾 我可以告訴你 這件事會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 這個情況的嚴重性 全國都在這裏 吵吹巴閉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怎麼管 是吧 大家不就在這裏 生氣 但是你不會再蔓延到它 它一定會死掉 它 剪掉了這個新聞 而你整個中國的人 之後就不要再跟進 發展到究竟這件事 那個diversification 那個豬年性 那個範圍的覆蓋 或者是後果 為什麼 因為如果多人 十幾億人都受牽連的時候 大家都要索償 追溯到那個 源頭 要問責 你是搞不定的 所以整件事 到最後就會不了了之 我可以告訴你 這件事就是中國人的悲哀 不過沒有所謂的 這是中國人的特色 就是 有頭威 沒有美震 整批是這樣的 不會進入 老總和我做節目的時候 說這一定是共產黨 在臨台前的一個 最後的一斤道綽 老總 有段時間都沒有 你放多一萬支 很多斤 有段時間都沒有 沒有事 肯定不會有事 就是隨著新民自由的封鎖 還有一些民族性 即是 挖延完之後 去那裡虛火 加上大陸的 中國共產黨的打壓 我不覺得這件事 會有很快 或者很緊要的 一種的 升火療元 這種效果 絕對不會 因為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 這就是最好的方法 對於某些當權者來說 老總 他覺得是最後一斤道綽 但其實同一個論調 也都重複了很多次 即是不單止是老總提出 有很多人會覺得 就快去爆了 就快去爆了 但其實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我們說 人心人性 其實第一要看民族性 民族性就是 我們自古以來 這個中華民族 經過其實很多的戰爭 和內亂和革命 其實在很多很多的情況下 大多數和小眾 其實他裡面的取締 就是有很多人會拘捕你 他說 哎呀你現在 為甚麼搞亂當攤 為甚麼你又要在這裡 令到我們生活不壞呢 最壞就是你了 你又搞亂了 好了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類型的人 這個世界就是 永遠第一步要有一些 好像我們用藥裡面 我們叫軍神佐視 我們用藥 我們首先要明確的 我們要正確的 那類的藥物其實理論上要大多數 即它的比例要佔得比較高 然後第二步就是 這類的負荷者 這類的負荷者就是幫助軍藥 即是我們叫最大比例的 劑量的藥物 來輔助它 而令到它的藥效會提升 左視就是再令到其他藥物 和它的副作用會減輕的一些藥物 其實治病就如用藥 我們大衣就如良相 其實我們正常的接觸就是 如果你要治療一個病患的狀態 其實你大多數的人不是小眾 即不是說我們那一小撮的人 是可以扭轉這個情況 你是要大部分人都醒了 然後要按照同一個方法 才可以去到軍藥的步驟 所以你說千瘡百孔的一些身體狀況 而同一時間 包括你剛剛說的這些媒體 或者這些叫做吹哨人 或者揭露這些事情的記者也好 我不單止相信只有記者 微博或者帳戶會被刪除 其實那間報社或者傳媒媒體 都應該會隨時消失 所以解決了那個提出問題的人 可能就是某一些病患的狀況之下 他認為這件事可以令到他可以繼續生病的原因 這件事件裏面 我覺得大家可能的腸胃將來會受影響 即是中國裏面的人 我又不想上大陸的 我旁邊有些朋友就會上大陸的 不過這些都是疏遠的 看到他幾十年沒有見到他上大陸 即是恭喜你 喜歡大陸去吃地溝油 那 聶大夫 我覺得最壞的 不是人的腸胃會壞了 或者好像你影響了神經 情緒 各方面的問題 而整件事我覺得很可悲的是 人心壞了 不是一個單一的個別的老司機 或者是司機 而是整個行業的人做這些情況 經過記者的報道 是一個common practice 即是沒有人知道 即是行業裏面的人 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那你有多無知 有多無良 或者是有多無同理心 即是心有多壞了 即是明知這些東西是吃不下肚的 你裝完那些毒品 藥有毒的一些電油 然後你再將食用油 然後加加戶戶 都可能會被你受影響 無辜的小朋友 嬰兒仔 這個老人家 年輕人 精壯的成年人 全部全個國家 都是因為你貪方便 貪成本 賺多一點點的微利 不會令你富貴 不會令你大魚大肉 也不會令你和范冰冰可以上床 你竟然去做這些事情 選人而不利己 利己 可能你說他有 但是微利 即是怎樣可以做這些情況 即是我覺得他人心壞了 人心壞了又如何醫治呢 其實當一個地方 他失去了宗教 他自自然而不會覺得 有舉頭三尺有神明 或者他不會有一個 你當是無神論也好 有神論也好 但是都可以是一個宗教 和一個信心系統 但是當某一些東西要取締 或者我們所說的 意識形態 當取締了 他不承認這個世界有神 或者他不承認真正正統佛教裏面說的道理 因果報應 即是佛教 因果 和一個邏輯思考 和一個業力的問題 他大部分訓練出來的平民百姓 他都會落在 既然我沒有任何信仰 我沒有任何信仰 我沒有任何信念 我唯有信回我現時所擁有的東西 或者我要貪心 我需要獲得更多 所以大部分如果真的做 好像用電油車 運食油 或者還有千千萬萬種 帶頭奶粉也好 恐著石爐也好 以前我們發生過的任何事都好 這些人 其實你說他一定有錯 但是怎樣訓練到這些人出來呢 如何育成到這一類的人出來呢 就因為他本身是沒有一個信念 他沒有一個信仰 沒有一個宗教 知之而出現了 那麼這個世界 我們講 大家明白這個意識不太 是追信奉無神論 以及追信奉滅除全部的宗教 令到他們沒有宗教的自由 大家應該清楚 這件事 就是為何在這些地方 就會出現這些泯滅人性 每一個人民百姓 他不是為了別人的身體健康 或者別人的福祉 做回他自己一個原本的人 因為他只是看得到 我當時這一刻的利益 譬如我用一個舊的電油車 去運輸食油 我可以賺回三千元人民幣 那我管得你 我管得你 你吃完之後又眼瞞 又神經系統有問題 又嘔又成 老人家甚至吃完可能會死 我管得你 我先拿了三千元人民幣 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信念信仰 這個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最終衣� 這個就是出現了在某些地方 那就是領舌 當然另外有一件事 更加崇高一些 就是在自己的崗位裏面 做好本分 這些人類的高尚程造 在日本人身上 我們經常都見到 就是看鐵道園這部電影 就是趕到鐵道園做到死 就是要謹守個崗位 那這些人呢 就不會明白到 我就是任勞任怨 就是穿州過省 就是把食油送到不同的地方 家家戶戶就有油落鑊 就可以炒菜 又可以做糕點 又可以做餃子 大家就很開心心 就是見到人民幸福 小朋友 老百姓吃東西吃得開心健康 原來我有一份功勞的 我想這些高尚程造的事情 我想他們都沒有想過這個地步 是啊 人性的光輝很難可以彰顯 但是反過來 當你有信念 你就很容易 所以為什麼有些事情 就是要打爆你的信念 打爆你的倫理 打爆你的信任 打爆你的互助 它就可以讓你 只是所謂的口康期 你只是 要賺多一點 賺多一點 我要吃飯 好了 這一類其實是我們社會最大的病 所以我們說 無論是這個單一事件 還是以往 這幾十年曾經出現過的事情 真正要治 確實是治人心 但是人心如何去治療呢 其實是一個教育的系統裡面可以治療 這個教育其實就是 當然你首先要給他一個資訊 就是好像一些病人 首先第一步 他不承認自己有病 這個就是資訊的落差問題 他不了解到他自己的身體 在經歷這些問題 第二步就是 當他知道了之後 他需要懂得分析 我知道了 這個是癌細胞 我就要找一些專業的治療方案 去治療這個情況 第三步就是 你要有一個相信和信念 這個信念是什麼呢 在我們社會上 我們就說你要有一個信仰 而這個信仰是正信的 這個正信就是 你去滅除了一些 可能是 鼠舌狗偷 或者一些匪徒 他們的說法 然後你不要盲目 好了 對治病來說就是 你要找一些專家 而不是找一些神棍 找一些神醫 當你找了一些信錯了 你便可能會墮入邪家 所以整個過程 其實就是 資訊 正確的邏輯思維 以及去尋找一些 真正 你能夠認識到的 專業的信仰系統 然後這個 無論是在社會 以及在治療疾病 原來都是這三步 是沒有分別的 嗯 好了 我們又說一下 油 很多的朋友 現在都說 要減肥 介食脂肪 少下油 其實油對人的身體 是有益 還是有害呢 列大夫 還是做些東西出來 好吃些 其實對人的身體 不是特別大大的 有好的影響呢 油其實是重要的 正常的油脂的比例 無論是植物 還是動物 如果對我們的人體來說 其實確實是必需品 包括在我們以前的智人 我們Homo sapiens 當年出現了這個認知革命 以前古代的人 第一步就是採集一些野果 以及去狩獵的植物 或者動物 好了 不同的動植物 為什麼要採集植物呢 以前古代 其實有一些植物是有攻擊性的 所以我們會說採集植物 植物和動物的採集的過程 植物都會攻擊什麼 食人花 還是什麼 暴形草 有啊 真的 以前古代那些真的很大波 不是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看見好像拍酒草那些 但是無論任何類型的動植物 或者生物 它本身呢 如果是具有一些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 有很多的營養素 以前古代的智人 在手裂的過程裡面 它接觸得到 它就會拿回營養物質 但是呢 久而久之 就發現 正是採集野果 和 斬某一些 攻擊性植物 進食的一些民族和士族 它們的營養是比較差的 好了 真正營養比較好 是什麼呢 是狩獵 接著呢 它們第一步就是發現了 可以利用一些木 或者用一些石頭 在石器時代 就產生一些叫做 蜜蚝和弓箭的東西 然後呢 它們開始可以狩獵一些動物 包括可能以前的年代 長毛醬 或者一些無牛 好了 接著食用了那些肉類 因為肉類就比較有脂肪 脂肪就是油 接著呢 它們的身體就會變得強 好了 所以我們看到 為什麼大部分的油木民族 它們的身體會比較強 就好像薛奸人 歐陽老鵝一樣 為什麼你本身的身體 是九陽神功护體呢 為什麼身體的肌肉 的建造力會比較好呢 這些就是你的油脂 進入身體 第一步 建造你的肌肉 第二步 你都會進食某一些 可能根頸類的食物 包括酵素 所以你有酵素 加脂肪 加脂肪 再加油脂 你就會建造到 你自己的身體會比較強 第三步 就是油 是對你的腦部有幫助 但是你不是吃很多油 不是好像那個 什麼KOL 飲油 現場飲油 就是不是那麼笨 我們說的是 黑暗比例的油分 因為油裡面 無論你在海鮮裡面 你在動物 牛肉 豬肉 或者以前 古代狩獵的人 就是吃野味 吃野味 就不單止吃那些 醇化了的動物 包括豬牛 雞鴨 就是不單止那些 可能他會吃馬 可能會吃豹 可能會吃狼 可能會吃狼 好了 但他們本身油脂的比例 是可以奮起他的大腦 所以很奇妙的 就是 其實油木民族 有機會 那個智慧 會比農間民族更高 但農間民族 為什麼會在這個世界 會更加能夠 建立他們的文明和文化呢 最主要就是 因為他們產生了一個 商業互信的制度 這是經濟的 我相信你 然後呢 我跟你說兩句 簽個合約也好 接著呢 我就以物易物了 當如果你說 只是單純農間民族 他本身狩獵的生產量太低 但反過來 當集中生產 和奴役的制度出現了之後 他就會量產 大量生產 所以在人類學裡面 其實從來都是說的 其實農間民族 並沒有勝過狩獵民族 修裂文明去到最後那一刻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蒙古帝國的出現 蒙古帝國由頭到尾都是 修裂文明 因為他們吃油多 吃動物的脂肪 蛋白質 再加上它的酵素 都不缺少的情況下 所以它才可以 產生了 從亞洲去到中亞 然後去到威尼斯 去到歐洲 蒙古人本身的強悍 和智慧 其實是這個天下 我可以跟你說 是最聰明的品種 而這個品種很有趣 其實它跟當年 古代 譬如白人 或者優越主義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他們的蒙古族 已經融入了整個東歐 和整個歐亞的大陸 其實蒙古人的基因 為什麼這麼強悍呢 是因為一代一代一代 它的油份的攝取是相對比較高 在這個營養學的角度也是 但反過來 為什麼有一些所謂 俗稱東亞病夫 因為它大部分都是攝取一些稻米 可能種植一些素菜 種植一些低能量 低卡路里的物質 反而它只是攝取一些植物性的油份 但是比例太少 所以令到大腦的腦部位置的發育 可能不會有一些 修裂和食動物性油脂方面的民族那麼強 這個不是我所說的 這個是有 真的有很多學者和專家已經證實過 我之後可以給一些記憶 糟了 因為他們說的智慧不是聰明 很有趣 因為聰明我們是用左腦 智慧是用右腦 我相信我亦都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的研究 因為右腦的人是很慢的 他的轉數是很慢的 但反過來他是很享受當下 這個時刻 他同一時間是很容易放鬆 和很容易去到一個放鬆開心的狀態 而是可以解釋得到 譬如法教裡面說的 那些無為 無我 無相 即是那類的思想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確實 是需要有一些這樣的想法 但反過來 當你吃肉多 你吃油脂多 我們大家都明白的 你如果是食素的人 有時你 我沒有犯罪 有時說真的 一定是想法會比較慢 這是必然的 但我們吃肉 我們會做運動 我們會比較活動的人 我們的左腦會發達 跟著我們的邏輯思考 我們的說話 我們的行為 其實行動會比較快 這個就是生物性 所以以前古代 為什麼需要首先由手獵開始 因為你每一天都會處身在一個危機的感覺 所以這一點就是我們說 油和恰當的 譬如Omega3 一些籠籠子 植物性和動物性的一些 或者海洋性的一些油分 其實確實是對我們的大腦 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身體 我們身體是有幫助 所以不是說油一定是壞 但是油就適可而止 如果不是就會三高 譬如心臟病 譬如一些動物足讓硬化 或者提高中風的風險 所以任何東西都中容之道 放回到中間就可以了 好 所以各位老友 聽YouTube的時候 哪些人說話 卵嘴 機關槍 你就知道他吃什麼了 有些說到第三句 你睡著了 他肯定是吃素的 是 他肯定是吃素的 肯定是吃素的 是 很多 好 好 這次差不多 下次回來再聊聊天 OK 好 不是 你要不要說 你們 可以的嗎 你